罕见医疗案例还登上国际期刊 高雄有医院接获一名56岁男子挂急诊 他说小便困难 检查的时候发现 他的膀胱胀到像是一颗橄榄球 原因是直肠竟然卡了一颗椰子 考量再拖下去 膀胱一旦爆破 有腹膜炎致死危机 医师为了要取出椰子 决定比照剖腹产 开刀剖肚 取出了椰子 而这个案例也登上英国国际期刊 电脑断层一噪 膀胱就会长成一颗橄榄球 医生检查究原因 发现直肠有异物卡住 而卡在直肠里的 竟是他像这样的一颗椰子 罕见医疗个案真有歧视 当事人生命56岁男性 日前挂急诊 主宿两天前出现严重腹痛 伴随排尿减少 还有严重便秘 医生发现膀胱里的小便 毕竟2000cc 原胸是直肠里 这颗圆形异物 长7.5宽5公分多的椰子 想方设法要取出 但椰子太大 位在直肠深处 最后决定比照剖腹产 在下腹部的位置 做了一个五到十公分的伤口 然后打开肚子之后 找到直肠异物的位置 直肠卡了椰子 恐有膀胱 肠子壮破危机 严重可能腹膜炎 危机生命 椰子怎么进入人体 是个迷 但肯定的是很危险 靠医生妙招取出保命 还登上英国国际期刊 记者景洪修高雄报导 内政部推出 设宅租金分级收费草案 未来收费原则 将从原本的所得分级 改采身份别 也就是不看薪资高低 改看是否具有经济 弱势户等资格 但消息一出 台北市长蒋万恩率先喊出 年轻人实质低薪怎么办 但内政部新闻稿却说 台北桃园市府都不反对 桃园市长张善政 20号也打破了沉默 质疑中央政策 社会住宅租金分级 中央大变革 原本用所得收入来分级 如今却要改成身份别 举例来说 经济弱势的中低收入户 或是社会弱势户 才能享有较便宜租金 前北市社会局长 许立民痛批内政部 大开倒车 蒋治府更质疑 那些刚出社会的低薪年轻人 却没有中低收入户资格 应该怎么办 不应该为了避免过度补贴 而让这些没有办法满足身份 但实质低薪的年轻人 或者弱势族群 没有办法享受到社会住宅 这样的政策 希望能够维持以所得分歧 来收费这样的原则 北市府不赞成 但内政部却说过去地方制度 才是错置过度补贴 更说台北桃园市政府都支持认同 不反对却被秒打脸 这个我是看不懂那句话 怎么叫做错置补贴 我并不了解 这个制度其实是郑文燦市长 在桃园市长任内就提出来的做 中央跟地方密切讨论 这个不需要吵架 因为这两种方式我都采用过 那我希望内政部 整合各地方的意见 原本补贴弱势美意 如今却成地方中央战火 在开会的时候 大家都表述不同的一个意见跟建议 那其实大家也都不反对 这个其实是一个天花板 但如果是在这个上线以下的话 我想我们都可以接受也乐观其成 内政部长亲上火线事宜 但身份别衍生问题 却是依旧没说明 毕竟社宅诉求居住正义 却怕改革完毕 年轻人却成为制度漏洞 更加软囊羞涩 介绍武强如伯冲冯浩宇 林祝强台北桃园 最后报道 今天是春分代表阳光直射地球赤道 全球昼夜等长 台北市立天文馆指出 今年春分时刻在上午11点06分 是相隔128年来最早出现的春分时刻 而且变角的趋势将会持续到2096年 天气逐渐回暖 24节气中的春分今年落在3月20号 由于地球有倾斜角度 春分指的是太阳通过黄道与赤道交汇点 也就是春分点 这个时刻太阳直射赤道 这一天太阳从正东方升起 正西方日落 全球昼夜等长 而春分过后 北半球开始进入昼长夜短 不过春分点并非每次都相同 今年创下百年来记录 根据天文馆统计资料来看 今年春分时刻在3月20号上午11点06分 是从1896年后128年来最早的春分 这代表北半球的人将更早感受到 进入昼长夜短 而变早趋势将持续到2096年 到时候必须大动作调整立法 假如你没有去做修正的话 它势必它立法跟实际的太阳的运行 会越差越远 然后四年一论 百年不论 四百年再论这种的一个滞论的一个规则 来加以修正它 而根据气象属资料 今年春分清晨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 全台最低温出现在基隆七度8.9度 白天过后水气减少 各地多云稻情 不过下周二可能又会有封面通过 民众要随时留意天气变化 记者要向于林宇台北采访报道 知名连锁披萨店近期一次 有内部员工传出 正在研发的新品造型是一只绿色乌龟 但食品照片流出之后 让不少消费者崩溃 词说很像是被石头夹死的青蛙 喊话披萨店不要玩食物 店员更是叫鼓连天 发文抱怨 说公司这次有点过分了 引发外界热议 听到卡瓦班嘎 听到卡瓦班嘎想必让不少人陷入经典动画 忍者龟的回忆沙 如今有披萨店就在研发一款茶花柜披萨 外形来看就是一只绿色乌龟 相当逗趣但疑似有员工在网路流出内部成品 这照片一看真的让人好崩溃 差蛮多的 刚刚那个照片比较有造型 可是这边的照片就有点像乱摆 没有美感 照片曝光 网友几乎不买单 有人直呼像是被石头砸死的青蛙 喊话披萨店不要玩食物 还有网友笑说 意大利人会气到吐血 怎么样才能阻止你们 而这研发创意似乎也让员工吃不消 不少人在社团发文 认为公司这一次有点过分了 有员工不满 时数每天被追杀 还出一堆考验美术细胞的产品 要不要自己下来做做看 员工还蛮辛苦要做这个东西 有点太可怜他们 要做得跟人质规一样 还蛮不容易的 如果做得实在是太整齐了 或者是太好的话 反而不见得能够引发热潮 但是加上费者可能也因为 有建议的分享 打了一个预防针 会觉得说 它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 如果它是有特殊性的话 还是愿意去尝现看看 造型内容物引发话题 业者只简单回应将在下周开卖 而先前也有披萨店 推出立体造型的起司火山披萨 被网友取名 看起来像四喜菩萨 竞争激烈的餐饮市场 比造型比创意也希望能吸引买气 记者继续报道